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我們以往的邏輯來 一般來我們這裡是三種情況 要麼就是 夫妻 要麼就是 情侶 要麼就是 為節目做宣傳 他們都不是 對 但是他們的名字裡面有一個 動物 這個組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對 對 你能不能讓大家告訴我們一下 最近最熱播的 2011年 受視率第一飄紅的一個劇 然後裡面的主演 他們在裡面飾演一對情侶 但是大家都在瘋傳 他們兩個其實就是一對 他們倆是一對嗎 他們倆是一... 你們怎麼知道的 你們怎麼就知道 我這兒剛買了一本書 你看沒有 在火車站買的 女勞模遇到富二代 說最後一句說 愛的氛圍在現場瀰漫 所有的觀眾都高呼 在一起 在一起 甜蜜的感覺 瀰漫在每個角落 這本雜誌 雜誌你讓他去 我們今天要講真實的 他們叫蜜蜂組合 蜂蜜 蜂蜜 那我們來掌聲歡迎兩位 馮少峰 自2001年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後 演出不少年代戲劇作品 因演出角色大多是溫文尔雅 風度翩翩的少爺公子 收穫了年代戲第一小生的稱號 楊蜜 畢業於北京甸學院表演戲 被譽為內地新四小花旦之首 四歲時便出演了電視劇 《唐明皇》 2006年因出演《神雕俠律》中 小冬協郭湘而受到觀眾的關注 2009年又憑藉 《仙劍七霞轉三》而令她的人氣飆升 2011年初一部熱播劇《公所欣慾》 抓住了無數觀眾的視線 也將馮少峰、楊蜜 這對戲中的情侶搭檔 推向了事業巅峰 好好照顧自己 知道嗎 戲裡的他們愛著曲折甜蜜 戲外的他們也被影迷 暱稱為蜂蜜組合 希望著他們在生活中 也能夠演繹出一段戲假情真的 恩愛故事 如今天電視劇已然落幕 他們卻接受走進了超級訪問 今天的他們又將給我們帶來 哪些故事呢 請拭目以待 有 紅掌聲 跳 跳 對不起 那個錯了 重來一下 放錯音樂 放錯音樂 暫停 就在你 就在你 暫停 來 來 暫停 記一下 錯了 不好不好 來,音樂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尤姐 你好 快點 快點 來 坐在我那裡看到一個碰到 什麼情況 你願意跟他永遠的合作嗎 我願意 好 你願意永遠和他一起拍熱播劇 不離不棄 白頭到老嗎 我願意 你願意親情所有 你有給他買的戒指嗎 不願意 什麼情況 對 我覺得這個一開始 就給人家來了一個 這個比那個還不太古的 太狠了 對 你勞募遇到富二代 來 來 老實說 你是不是富二代 我 我真不是什麼富二代 真的富二代 那今天的兩位來到這裡 我們 特別希望跟兩位好好聊 因為楊米有採訪過 你我是第一次見 但你也知道我對帥哥 一般都是 你對什麼 我一見帥哥 發音就不準 帥哥 我一見帥哥 我就包容性很大 所以你想怎麼樣都行 好嗎 你們會像小孩一樣 你跟他熟嗎 我一直 看菁姐的 節目長大的 沒有 沒有 好 廖水化了 那好的 現在兩位來到我們這裡 我們要了解一下 幕後真實的故事 好 走進會員國軍 超級訪問 謝謝 楊米 楊少峰 揮手各自首部作品 會有何種反應 楊米點評一陣見血 楊少峰無言以對 我對他那時候的髮型 比較乾淨 我先扯了 多次合作 慢熱楊米仍去磨合 楊少峰滿懷熱情 日寒流 我是想多溝通一下感情 因為我百分之七八十的戲 都是跟楊米在一起的 結果你去了以後呢 他對你熱情嗎 沒有熱情 合作初期 楊少峰怪異要求 令楊米對其好感大大折扣 然後說完了那段話以後 然後他說 這個時候應該加一場吻氣 然後我瞬間對 我有說嗎 有 你真的確定我有說嗎 看似默契無見的兩人 究竟關係如何 默契大考驗 一策劍分曉 楊少峰送給楊米 你的第一件禮物是什麼 說你為什麼要送我笑臉 就是說多多點事啊 想那麼多幹嘛 近期內你可以看這幾本書 然後就拿著給他 我說還要做筆記 然後做完筆記以後 還要還給我 我一直在聽兩個版本 爆紅迎拼清律檔 直面回應熱點新聞 毫無保留 因為他們放了幾張我 可能就是表情很兇的圖 放在那個新聞裡面 然後說我就是這個是截圖 比如說我黑臉耍大牌 當紅小生也續相親 封少峰遭遇家人逼婚 就坐在那兒 我當時我覺得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就特別便扭 特別便扭 然後就聊了一會兒 就說拿了好多 那女孩的照片給我 直率楊米探言擇偶標準 不計較過去 我覺得你更愛這個人的話 他任何東西你都可以接受 肯定不會在乎以前 或者說是怎麼樣 戲裡默契搭檔 戲外互動頻繁 是情侶 是好友 聽封少峰 楊米超級訪問裡 為您一一解答 歡迎兩位 這段時間應該很多 就你們香港很多節目 在搭檔一起上訪談節目 有過沒有 好像第一次吧 第一次 哇 印這個壓力很大 因為要套出一些特別的話 其實滿不容易的 楊米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不緊張 楊米沒問題 對 對 對 他而且楊米我因為採訪過 他是屬於說話 我覺得就是一勾的 全說出來那種人 他不用勾的 跟你一熟了 真的掏心窩子的 是 是 是 邵峰是哪兒的人啊 上海人 那我對付北京人 你對付上海人好不好 你對付上海男人 最有辦法了 比如像我 說吧 說 來 我們開始 因為最近大火嘛 那之前兩位有合作過幾部 三部 公之前兩部 所以並不是第一次 才合作在公裡面 不是 那你們第一次 對對方的印象 是在哪部戲還記得嗎 楊米 我十七歲的時候好像是 一定要縮年齡嗎 縮年齡 縮年齡 就是挺久以前的 那個時候我還在上高中 然後我們倆拍一部戲 但是是一部電視電影 而且就是週七很短 差不多十天吧 差不多 十天左右 然後 我們倆其實那部戲 也沒有過多的對手戲 就沒什麼印象 印象 沒什麼好印象 沒留下什麼太明確的印象 他那時候長什麼樣 對 他那時候就長這樣 瘦了吧 記得 可能 就那時候印象是特別瘦 然後也不怎麼講話的那種 那時候也不愛說話 我們倆那時候 沒說太多話 那你見到十七歲的楊米 當時印象是什麼 首先第一眼覺得很漂亮 然後 第二眼呢 他也不太愛說話 我感覺他跟我話也不多 然後 挺直的 第一次就覺得挺直的 對 就說話很 就是 不拐彎 不拐彎的 小機槍一樣 那你們合作之前 有沒有看過對方演的戲 你知道楊米演的第一部戲 是什麼嗎 應該是四歲那個 周星馳那個吧 我一到漢裡下來了 四歲沒錯 周星馳是從哪來的 他演過周星馳的一個女兒 對 演過周星馳 他不是四歲 四歲吧 四歲是唐明皇 唐明皇 搞錯了 那那個 少工演的第一部是什麼 就是戲劇學院 快畢業的時候 畢業了 拍的那個愛情密碼 是你的第一部戲 和王姬老師 和王姬老師拍 眼情女 姐弟戀 我把這段資料找出來了 對 你演的第一部戲 唐明皇 跟你演的戲的第一部 愛情密碼的片段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 我跟進去 你背一首詩給父皇聽好嗎 來 啊 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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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娘昨天交給你的那一首 就背 背娘教你的 書醫生 喲 上車 好雷 你今天又路過這兒啊 這 這個 書醫生 你是專門來接我的啊 是啊 你不歡迎嗎 真的不是 我就是 心臨不太明白 好極 不管怎麼說 謝謝你好嘞 書醫生 我想你剛剛上完課 一定挺疲勞的 我帶你出街道逛逛 耗了解 現在 是啊 exit 元朗 体想 為什麼大家斷電該多好呢 我先撤了 明星是不该有过去的 杨幂你看的感觉 点评一下刚才她的表演 我对她那时候的发型 比较感兴趣 是背头 但有点像路易我觉得 有点有点 刚才两位是第一次 然后中间所有合作 中间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演过这个情侣的戏 在公之前 第一部戏算是吧 算是 但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 我们导演说 他前期做了一个调查 说你们两个之前的合作 冯绍峰做了一件事 让你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 告诉你 他肯定都没印象了 就是拍 我们俩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然后最后我们两个的结果 应该是在监狱里面 就是你监狱 然后完了你就死了吧 还是什么 然后我就去 我就去嫁给别人了 还是干嘛的 你记得吗 最后在监狱里面说的那 就是一段我们俩挺感人的一段话 你记得那场戏吗 有点 然后说完了那段话以后 然后他说 这个时候应该加一场本戏 而且那时候你只有17岁对不对 对 然后我瞬间对 我有说吗 你真的确定我有说吗 你真的确定我有说吗 你真的确定对这个人的印象好感全 不是我不是我真的有点劲 我已经坐不住了 我记得这句话在公的时候我说过 你每部戏都要给他加一戏 如果忽然男演员 是我要加一下吻戏 会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的背后是什么呢 啊 用吗 那在公有名的合作两个人默契吗 默契 很愉快是吗 是后来慢慢的才有默契 对 他说的是对的 对对对 因为跟他拍完那个 那个小时候那个戏就 小时候 很久没有联系 顶多逢年过节 过春节发过信息而已 我是想多沟通一下感情 因为我百分之七八十的戏 都是跟杨梅在一起的 宫里面 对 结果你去了以后呢 他对你热情吗 没关系 我觉得其实也蛮正常 就是女孩子有一种 自我保护的意识 就我不太理他那个时候 不是杨梅 你是那种有点慢热情 要不熟的话 第一次他 你是什么劲 一般在后台 比如说第一次 有戴军跟你不熟 你什么劲 来了 这种 啊那怎么拍戏啊 对啊 但是我是比较慢热了 你们要过多久 能够把那个手 手露起来呢 两个人 其实是我是一直在调整 调整 我觉得 只要开拍戏的时候 是可以的 能交流上就好了 至于平时 到底话多不多 少不少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看到很多演员在现场 也很开心 嘻嘻哈哈的开玩笑 打闹都有 但是一拍戏 可能感觉反而没有了 但我们不会 所以我很放心 只要工作上没问题就好 对 我们俩那时候工作上 也不是没问题吧 就刚开始 我一直在听两个版本 对 你刚开始 我跟你继续什么 洋夜 刚开始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他的八个 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演了 所以他老动不动就瞪眼 就演得很凶 什么样啊 像 是不是像马景涛那种 马景涛什么演 你拿我学一下 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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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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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撞鬼了 小伯母 我为什么要来上你们的节目 你们都放着洋梯说我 不要 老乡嘛 对 你比如说他瞪眼睛 你心里烦吗 其实当时 我说这男演员干嘛要这样演 你觉得是在演韩剧吗 欧巴那种 我说好像演韩剧 因为韩剧里面的男生 都很喜欢瞪眼那种 欧巴 你不许想别人 只许想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你不仅要管我的人 但我的思想都要管 我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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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切一切我都要管 你笑什么 我笑你的样子特别可爱 像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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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能这么说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 又很久没见了 并没有大家 大家说想象的熟成 那种程度 所以有些话我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理解的对不对 所以我 我没太敢跟他说 我就 我就也没说 我觉得 那他可能这样演 是有他的方式 他有他自己的设计 然后我就没说太多 但是我演起来 就觉得很别扭 然后那可能 我的态度 带到生活中 他会也觉得很别扭 所以我们两个 就一开始就 就还挺奇怪的那种 就生活中 你也有点就是 不冷不热的 对 我生活中 又是一个慢热情的 然后演戏 我就觉得很奇怪 收着点 收着点 什么是化解的 邵峰 什么是化解的 很快 你去沟通的 对 我就觉得我不想 心里面留那么一个疙瘩 我觉得 包括我身边的人 我的助理 就说觉得 风哥为什么 蜜姐对你那么冷淡 我觉得你对她挺好的 你还要我给她吃的 给什么 我就是不去给她 好 那可能身边的人 都看不过去了 因为我特别慢热 我说 其实我说 蜜姐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不要这么去想 我要好好的跟她在一起 拍完这个戏 我要跟蜜姐去沟通 就是 然后我就 跑过去跟她说了 你主动找着她 我主动去跟她说了 那天她很累了 她连装都没有拆 就跑到房间里面 钢子没 我就等着她那个门口 我就跟她聊了 聊了很长 很长一段时间 那谁让步呢 我妥协了 我妥协了 都有吧 我觉得她 说了很多事情 就是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这个 毕竟她 她的年龄 比我小很多嘛 她明白这个 女孩子的一些心态 什么的 我也可以了解一些 多学习一些 我觉得没有 那我很喜欢你的做法 我觉得你的做法 非常的成熟 那你先看出的是 真恋情还是假恋情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们来做一个默契考验 好不好 蜂蜜默契大测试 冯少峰 自2001年 便于上海戏剧学院后 演出不少年代戏剧作品 因演出角色 大都是温文尔雅 风度翩翩的少爷公子 收获了年代戏 第一小生的称号 杨蜜便于北京定学院表演戏 被誉为内地 新四小花旦之首 四岁时便出演了电视剧 《唐明皇》 2006年 演出演《神雕侠侠侣》中 小冬邪郭湘 而受到观众的关注 2009年又凭借《仙剑七侠转三》 而令她的人气飙升 2011年初 一部热播剧 《功所欣欲》 抓住了无数观众的视线 也将冯少峰 杨幂 这对戏中的情侣搭档 这对戏中的情侣搭档 推向了事业巅峰 如今电视剧已然落幕 她们却携手走进了超级访问 今天的她们又将给我们 带来哪些故事呢 请拭目以待 看似默契无间的两人 究竟关系如何 默契大考验 一侧见分晓 邵峰送给杨幂的 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说你为什么要送我项链 就是多点点事啊 想那么多干嘛 近期内你可以看这几本书 然后就拿着给她 我说还要做笔记 然后做完笔记以后 还要还给我 爆红迎拼情侣档 直面回应热点新闻毫无保留 因为她们放了几张 我可能就是表情很凶的图 放在那个新闻里面 然后说我就是这个是截图 说我黑脸耍大牌 当红小生也去相亲 封绍峰遭遇家人逼婚 就坐在那儿 我当时我觉得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就特别别扭 特别别扭 然后就聊了一会儿 就说拿了好多 那女孩的照片给我 直率杨幂探言 择偶标准不计较过去 我觉得你更爱这个人的话 他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接受 肯定不会在乎以前 或者又是怎么样 戏里默契搭档 戏外互动频繁 是情侣是好友 听冯绍峰杨幂 超级访问里 为您一一解答 戏中合作默契的 冯绍峰与杨幂 戏外是否也互相了解呢 生活中两人之间 是否也真的默契无间呢 接下来的默契大考验 一策便知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道题是 杨幂的口头禅是什么 有的有的 是吗 多大点事 我跟你猜的一样 感觉女孩特别喜欢说 多大点事啊 你说是有的有的 对 因为我们俩那段时间 老师有没有 有的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有的 多大点事你给我学学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我这人是想的比较多的 有时候跟他聊天 聊工作什么 他就很会给我解压 就说多大点事啊 想那么多干嘛 我每次开导他 说的最多的 还多大点事 下一个啊 好 冯绍峰送给杨幂的 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是什么呢 是拍戏的时候 还是正式的第一件礼物呢 正式吧 不是 好吧 那我们来普通 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啊 生日礼物对 来 我们先看看邵峰吧 邵峰你写的 来 我们举题板看一下 邵峰写的是靴子 不是 链子 链子 项链 谁来说一下 你为什么选项链给他呢 正好他过生日嘛 我知道他过生日 然后那次拍戏 我正好回了趟上海 正好我去买东西逛街 我就想起来 好多个正好 三个正好 他生日就送了条项链给他 多少钱 没多少钱 挺贵的 挺贵的 高兴吗看到那项链 我说你为什么要送我项链 你真慢热 他怎么说 因为那时候真的还不熟吧 好像 你过生日 我说没多大点生 对 你不是过生日就送你了 谢谢 那你是因为对他有意思 送他项链 还是只要周围的女孩子 没有啊 就是不是 还不是很熟 那个时候 那熟了你会送什么呀 比如说我给你特熟 你会送什么 粗一点的链子 但是会通过这个链子看出 其实邵峰是个很细心的人 很细心 邵峰真好 来 下面请写出 杨幂的偶像是谁 我们要提示一下 是位男的 而且是一个 一板 哎呀 你怎么知道的呀 他老说 这是张博知不知道吧 不知道 杨幂你俩红怎么样 你说了他怎么老说 他就喜欢 那个型的那个 的那个类型的男生嘛 不是 是因为他对他老婆很好 对就是那个类型嘛 下面一个问题我想看到杨幂 你对邵峰有多了解了 好吧 就是很了解 冯邵峰压力大的时候 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压 杨幂写的是 聊天听音乐 倾诉 倾诉 听音乐睡觉 哎 听音乐是可以啊 怎么那么温和呢 你的心格那么温和 听音乐非常管用 非常非常管用 怎么管用 讲讲 你不管碰到什么坏的心情 只要你听一点 让心情好的歌 就立刻会好很多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当个歌手啊什么的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是我的一个爱好 但没有说 我现在想把它 当成我的事业来做 不是事业啊 不是 趁着现在正好是最红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哎我出一张唱片什么的 嗯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计划 比如说单曲啊什么的 但是我是一个一根筋的人 我做一件事情 就想把它做到底 我不太想换来换去 你这个思想有点过时了 对 你像戴军你就学一学 主持人现在 他陷入瓶颈 马上去演戏了 对 如果是能当歌手的话 你觉得谁的歌是最适合你的 我很喜欢的 现在两个歌手 一个是方大同 一个是林峰 方大同 不是就香港的那个吗 对 你听过他翻唱王菲的红豆 台湾的 听过啊 特别好听 你能唱一段吗 直接从高潮开始吧 等到风轻的感动 我也怎么陪着看 继续唱了 点停一下杨幣 状态点停一下 挺好的 挺好的 对,自身的在这儿 您点停一下吧 好 非常好 真的 杨幣工作之外 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请两位写出 来 看书 看书 好默契 平时最喜欢看哪种类型的 各种类型的 他各种类型的音乐 你各种类型的书 乱看的 他还经常给我推荐的书看 我经常会从我们家拿一些书 我说近期内你可以看这几本书 然后就拿着给他 我说还要做笔记 然后做完笔记以后还要还给我 做笔记 对,我说你 我要检查他是不是真的看了 没有太怪 我什么时候让你做笔记了 你也没推荐我 让我看什么书 你怎么简直不要求我上镜呢 他有给我看过一本 他给你推荐的是什么书 书 有一本就是那什么二十岁时候 就能明白 但是我推荐给他看的第一本书 是我自己 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叫做 《欲见未知的自己》 《欲见未知的自己》 那我也看了 你是觉得他心里抑郁吗 那个好看 不是,我是觉得说 这本书可能会对他有帮助 然后我就给他拿走看 然后还有包括《秘密》也是 我给他看 那个《欲见未知的自己》吧 那书 这样得分的 对,你是不是还在上面画道呢 画了吗 我也看见他在画道 我也画道了 真的 我看的都是我不了解 但是又想要了解的东西 然后我看完了以后 觉得很有帮助的和 就是可能对我们生活中 压力很大的人 有所可以有所缓解 有所调节的人 我会把这些书 买来送给我身边的人 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我会经常送他们书 然后我的好朋友 我会推荐给他们看 好,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说了看书之外 我个人打探到的说 杨幂在生活当中 有一个小的爱好 特别喜欢画一些小的漫画 是 有...你知道吗 你有看过吗 我看到微博里面有发 这样 你用最短的 就画了自己也应该是 用最短的笔触 你画一下李静好不好 静姐 好 你需要我摆一个姿势吗 不用 我这个角度好看 有 其实啊 就你跟杨幂 你们两个人好朋友 就应该学会赞美对方 对 我跟大军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俩都互相夸 赞美 我老赞美他 你怎么夸他 就他赞美我比较多 其实是 行吗 看看 原来是才艺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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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希望他们俩好 还是不希望他们俩好 希望 那我出来问是一对吗 特大人 不是 不许可能画得没有静姐那么那个 太帅了 很像 真的很像 我喜欢 签个人 签个名 我喜欢 我看 我真太喜欢这下巴了 谢谢 因为发型是这样的 我大概喜欢 真好 给我签个名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只眼睛 那只眼睛 鼓眼 这样更神秘 真的挺好的 回去拿 好 今天发现 杨幂是才女 最后一题 真的吗 会不会在题板上 写出对方的优缺点 我们先看谁的 我们先看杨幂的 他如何看待 旁边的这位帅锅呢 最大的优点是 温柔体贴 最大的缺点是 太温柔太体贴 来 那赶紧说一下你的论据 因为我觉得邵峰是那种 他 特别能照顾身边人的人 然后特别包容 特别体谅 但是他有的时候 太过的 就是顾忌 周围人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他 他可能生活都会很累 就是因为他可能会 替别人考虑的太多 所以我就经常 有的时候会跟他说 我说你想那么多干嘛 那是你该想的吗 我说多大点事 就别想了 别想那么多了 就比如说之前可能 网上会有一些 就是传我们两个的事情 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 哎呀怎么办呀 会不会被人误会啊 你会不会不高兴 但是他是 我知道他是替我着想 他经常会替我着想一些东西 哎呀你会不会不高兴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他就去问 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说蜜姐会不会不高兴啊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然后你们要照顾好他呀 什么什么的 会给我身边一圈人 发信息打电话说 让照顾好我 怕我不高兴 但我自己都不高兴 要不然你可以往中间坐一下了 现在 我就怕他不高兴了 没有 可能跟他在一起 我比较急一些 他就比较慢一些 我就记得有一次 我坐他开的车 然后我坐在副驾驶 然后我们是要左转 因为左转弯的灯 他时间比较短嘛 然后结果那一个灯过去了 只过去他那一辆车 就是 他要等前面的行人都走过去 然后旁边这里 就左右环顾一圈 然后才走过去 然后后面滴滴声 已经滴滴一片了 我说你信吗 后面那一排人都 没有那么快 都在说你 我开车是不是很快 是挺面的 他就接受不了 他说你开车太面了 那个什么 车让行人是休养 是 但是就是 他没有行人了 他还在那等着 因为他特别简单 他在等一会儿看看 还有没有行人 然后呢 他在走 你善心干先开 钻出一个人 结果正等着呢 然后灯片了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我蛮了解 邵峰这一类人的 想得太多 就是会不会累 可能我 我习惯了吧 我想事情会想得比较多 就是可能 就我们在一起做朋友 或者工作搭档我 我会帮他去找想一些事情 然后他会给我解牙 就是这个很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来上节目 昨晚会不会想 明天他们会问什么 这问题好不好做 我要穿什么衣服 那明天去了以后 会不会尴尬 这衣服应该穿什么呢 怎么配饰 我觉得他肯定会想 会想是什么 就衣服 衣服嘛 我就是今天早上跳的 昨天已经跳好了 我知道穿什么 心里有敌了 那问什么 我想访谈类的节目 我也看过 看过一些 还是会想 就睡觉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在少风心目中 杨幂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 来 好期待 优点是直 最大的缺点是太直 这两个好多气 你给我举例一下 他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喜欢你就喜欢你 不喜欢你就不给你脸了 你给我讲一下 那他面对不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 就是刚开始和公拍完之后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就他自己呢 太可爱了 杨幂是吗 你碰到不喜欢的人 你是什么状态啊 完全无视 无视 自民就无视 都不给 都不装一装啊 不装 比如说吃饭 你的好朋友 我去叫你 但那桌上有一些人 真的很无聊 很讨厌 你是什么样的 就是自己吃自己的 然后只跟自己喜欢的人讲话 另外几个人可能都看不到 你说哪有人 那两个脸上打马赛克 我参见 但不会那么过分啊 那你跟你身边工作人员说话 也会直来直去吗 互相羞辱 那怎么说 前两天那个 因为我有一个经常 在给我化妆的一个化妆师 然后我们非常熟了 然后那天刚好我走通告的时候 他没有跟我 反正那天 然后我就中午的时候 我自己补妆 发现我西游纸用完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问你在干嘛 他说 哎哟 我睡到自然醒啊 不像某些那么早起来 我说只有很闲的人 才会睡到自然醒 我说我的西游纸用完了 你可以帮我带一包来吗 我说但是如果是五毛钱 一包的那种 就不要带给我了 我怕抹在脸上的时候 会划出三个血稻子 他说应该不会吧 你的皮肤那么粗糙 不是 妖狗话不遗余力 互相 就北京女孩 说话是互相挤的 才是叫 那你跟你的经纪人说话呢 也这样 说你们这种吸血鬼经纪公司 每天安排我快累死了 然后他们就说 讲成这样的小艺人 有工作已经不错了 知足吧 不太喊了 毕竟讲成这样 不要要求太多了吧 少峰 我同情你了 你是有一个适应阶段 对吧 但是会不会互补啊 你反而喜欢这样的说话 这样的女孩呢 少峰 自我保护得特别好 没有 少峰 你身边不会有朋友 这么大乎跟人说话的 我永远是那个被挤得的人 他好开心 你跟我做好朋友 以后我帮你去挤得别人 不过我觉得两位啊 就稍微提示一下 真的很喜欢你们 但是人红是非多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比较不怕别人说的那种 而且我 慢慢的可能也会有所收敛吧 讲话 倒不是说怕别人误会 只是觉得说 你会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事情 因为你可能确实说出来一些话 你自己并不觉得很过分 或者我经常这样说我自己 我都不觉得过分 但是可能真的会伤害到别人 所以慢慢的也会注意一些 因为我们两位现在非常红 我们整理了一下 看到最近一些新闻 对 你们跟我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爆红迎拼情侣荡 直面回应热点新闻 毫无保留 因为他们放了几张 我可能就是表情很凶的图 放在那个新闻里面 然后说我就是这个是截图 说我黑脸耍大牌 当红小生也续相亲 冯绍峰遭遇家人逼婚 就坐在那儿 我当时我觉得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就特别别扭 特别别扭 然后我就聊了一会儿 就说拿了好多女孩的照片给我 直率杨幂坦言择偶标准 不计较过去 我觉得你更爱这个人的话 他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接受 肯定不会在乎以前 或者说是怎么样 我有见过他爸妈 就他见过我爸妈 你妈喜欢邵峰吗 就挺喜欢的 老问我爸哥最近 怎么这样 邵峰这么多人说 你们俩去一对你 关于这个你给个答案吧 或者你给个说法吧 现在不是 心理默契搭档 戏外互动频繁 是情侣是好 好友 听冯绍峰杨幂超级访问里 为您一一解答 随着冯绍峰杨幂的迅速走红 关于两人的各类新闻也蜂拥而至 今天超级访问便总结出 与他们相关的最热新闻榜 请两位嘉宾直接答疑解惑 蜂蜜热点新闻榜一 杨幂爆红耍大牌 录制某节目现场黑莲 近日有媒体引用网友爆料 杨幂在录制某节目时 黑莲耍大牌 少言少语令场面积分冷到极点 到底现场是何情况 面对如此传闻 杨幂怎么看 你第一下看到的是什么感觉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哪个节目 我最近的时候最多的时候 一天走了八个通告 所以你要说我节目耍大牌 我说是哪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是后来我们也看了 你很配合 因为他们放了几张我可能 就是表情很凶的图 放在那个新闻里面 然后说我就是这个是截图 说我黑脸耍大牌 然后只是因为 当时有一个节目环节 是说主持人说一个词 比如说目露凶光 或者说是 就是什么很开心 或者是很兴奋这种词 然后我来配合 然后考演技的 然后他们就断章取义 把这个放进去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 当时来说节目还没有播 可能需要这样的关注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理解了 少峰看到的新闻 会不会吓一跳 我了解他 他不会这样 当时我还转了一条 那个 他的那个微波 支持 对 我觉得杨敏奇写话 蛮有水平的 就是说 就是以前看八卦 看的是别人自己乐呵呵的 最近八卦看的是自己 仍然乐呵呵 因为理解所以宽容 虽然这次我真的有点没懂 想来想去 我理解可能因为节目还没播 所以需要这样的关注 好吧就当我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准备 那么这一条新闻不知道 少峰这个怎么看 风蜜热点新闻版二 风少峰否认富二代传言 自称曾多次相亲 关于风少峰出身豪门 身价十亿的传言 一直在网络上传的是风风火火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是从哪天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 对 而且我看网上说身价十亿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几年了 有几年了 我从我听到开始 我一开始就说 我说不是这样 就已经说了 然后没有人写 就被说了好多年 对 那那个多次相亲呢 没有多次 就有一次 一次是我被我爸骗取向的 他就带我去说 你过来我去个朋友家坐一会儿 然后我去了那边 才知道是相亲 过年的时候 好几年前的事 什么职业 一个白领 白领好像金融 金融的 然后去了就女孩不在 她妈在 什么情况 然后我也在想什么情况 就坐在那儿 我当时我觉得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就特别别扭 特别别扭 然后我就聊了一会儿 就说拿了好多 那女孩的照片给我 行 好看吗 长得 好看吗 好看吗 还是 还行 就是 艺术造势吧 我想不起来了 不是 就是 但是我好谨慎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想不起来了 对 就那一次 你现在排斥相亲吗 我觉得好尴尬 我特别喜欢相亲 然后每年 每年过春节的时候 我回去我家里亲戚 一大群人 都做到省问我似的 女朋友呢 什么什么什么呢 因为我的兄弟姐妹 都已经结婚了结婚 孩子的有些都有了 你才三十来岁 招什么急啊 是啊 这快四十都不急呢 四十多了 没有 四十多了 别瞧 就着急嘛 然后拿了很多照片给我看 就是这样 你是为什么呀 条件太高还是 我呀 还是旁边有自己心仪的对象 迟迟 还没有 对啊 死心 说话没水平 还是因为左边有你喜欢的对象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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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到了 这个 最泛滥的一个借口 工作太忙 工作太忙 你吃饭上厕所都没耽误啊 是吧 那 那你相过亲吗 没有 你是 根本不可能被人安排相亲的吧 绝不可能 你为什么才吃呢 我其实 就可能爸妈也没着急过 也没担心过吧 然后就 而且主要是我 工作太忙 不是吧 好烂的借口 这一两年呢 爸妈开始 着急了嘛 今年他们有点那个 问我了 说有男朋友没有 有男朋友就带回家 我真的没有是吧 那你们相互有见过对方父母吗 我有见过他爸妈 对 他见过我爸妈 我没见过他爸妈 干嘛 干嘛要见他妈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我去 他身边我去看他 正好他爸妈在 好 你妈喜欢绍峰吗 就挺喜欢的 老问我爸阿哥最近 怎么知道什么 爸阿哥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 今天绍峰不坐在这儿 也没有绍峰这档的事儿 也没有公这档的事儿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儿 就是有修养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要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有上进心吧 因为我比较完美主义者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仍然有很多东西不会 那我就受不了旁边的人 一直在拖我后腿的这种 或许说 你是不是需要有点仰视他呢 我希望有一个人 能让我仰视他 那个你最容忍不了 就是你的那一半身上的 什么个性 比较不能容忍 就是男生 没有自己的事情做 就是他不能忍受 那个男的睡到自然醒 那比如说他以前特花心 后来改了 遇到你以后 他从此以后走上了 你和他的世界 以前特花心 你会跟这样的一个男人好吗 我觉得你更爱这个人的话 他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接受 我肯定不会在乎以前 或者说是怎么样 太好了 邵峰,我把你想问的都问了 是七首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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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邵峰 這麼多人说你们俩提对 你关于这个 你给个答案吧 或者你给个说法吧 现在不是 好 等等,我错过怎么了 我在看微博的时候 我错过怎么了 这个很重要的 他說 他说 现在不是 凭你的经验 你分析一下这句话 如果还有明天 爱死了都有爱 你是该死的温柔 对,你好 我觉得这个大家很希望他们是一对 因为你们进入了戏里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人生 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戏中的情节 就是说套在他们的身上 对,大家看了那戏也穿越到你们的情节里 对,所以希望大家把生活和故事和影视剧分开来 重要的是无论他们有机会在一起 或者像我们俩没机会在一起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要祝福 对 但是那个女劳摩 还是有一句话要跟颜密说一下 你有多少年没休息了 09年开始全年 然后10年全年 然后11年到今年全年 你要注意身体 不要透支 真的 对 小峰呢 今年的规划 我是不太用规划的 接下来我们俩又在一起拍戏 都打关键 真的,又在一起拍戏 什么戏 现代戏 现代戏 偶像剧 今天这个 我们粉丝很多很多,对不对 然后满场都是 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礼物 我们有请他们送礼物好吗 来,拿上来 来,两位到今天来 搬家吗 对 我是美人风行代表 大家送给上风的一个机车模型 然后一套邮票 还有茶叶,茶壶 还有一些小吃的 可以 树花 来 把最漂亮的玫瑰 玫瑰糖 送给最漂亮的毕姊 谢谢 那我们今天剧组也有礼物送 对不对 但这个礼物我希望 真的 今天做了这期节目 邵峰帮那个杨幂带上吧 艾渡提供的漂亮的项链 不是贯戒 对 好,那对节目感兴趣的观众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LAPASO乐风网 同时通过我们的新浪媒博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那参与我们在乐风网和新浪媒博 的互动问题 三位其实得到 由百老会百利公提供的电影票 好漂亮 你们看一下 好漂亮 最后我们今天 不管是杨幂还是邵峰 我们所有的粉丝 都准备了一个礼物来送给他们 来听我的指挥 一 二 三 雪雪闭闭 与风同情 闭闭少风 加油 加油 哇 本期会员果击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对 戏中他是一正一邪 让人又恨又爱的坏小子 他是憨厚温和 踏实努力的新好男人 戏外的他们是交情过硬的茉莉兄弟 实力派演员李乃文 房子斌 宿客超级访问 好兄弟现场变脸 互报对方最大缺点 逃步留情 第一次 对他印象特别深的是 看他们班那个交作业 我说这个人演得太好了 说结果吧 这人怎么长这么老啊 这个时刻好 很随和 端着个肩膀 刺着个牙 别 这时地 好 我也太猥琐了 太猥琐了 太猥琐了 生活中心如兄弟的两人 工作中却无法正常合作 你们两个演戏的时候会不会笑笑 没法演 就不能眼睛看眼睛 然后就莫名其妙在这笑 精神已经控制不了了 只能靠生理 手掐 嘴唇咬 咬 咬舌头 这实在不行 掐大腿根 兄弟间难得感性对话 温暖全场 他的脾气秉性 各个方面 我是 比我媳妇还了解 比较了解吧 而且他身体也不是说特别好 你说我的同时 你自己也得 对 确实得注意 诸多精彩故事 就在本期超级放